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咱们这日子都能满足啊 大家钟好 我是把偶然称为缘分 又把缘分看作是必然的礼妙 今天呢是2022年2月22号 能力正月22 星期二 这么多数字二 谐音呢是爱 所以这一天呢也被称为是2000年来最有爱的日子 下一个比他爱还多的日子就要再等200年了 所以今天的好多新人们都选择扎堆领证 当然了和哥哥姐一样 我们中国人呢对双数也有这特殊的情节 在传统观念当中 双也就是数字二呢是具有完满和谐的寓意 同时呢也暗含对称之美 成双成对的东西也象征着和谐吉祥 象征着好事成双 双喜临门 这种联系就是奇妙的缘分啊 而缘分呢也真的是妙不可言 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 就是来说说您遇到过的最奇妙的缘分 欢迎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参与方式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直播间等你来分享 人间最浪漫双向奔赴实啊 之前我们就说过啊 今年二月最火的结婚日不是在二月十四号 而是在今天 这也是属于我们的中式浪漫 新人们把这充满浓浓爱的特殊日子作为 双方爱情的见证日和爱的承诺日 选择今儿个呢来结婚登记 让幸福加倍成双成对啊 在这个二最多爱最多的一天 美好成双成对 如云而至 在省河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颁配的新人双双对对排起了长队 或指手相依或笑宴如春 据沙阳市民政局统计 2月22号 仅在网络上预约登记的新人就有1500对 是平时网络预约人数的三倍 沙阳各婚姻登记机关普遍将2月22日的上班时间提前一个小时 取消午休 窗口全开 下班时间以现场业务全部办理完毕为准 群众不离开 服务不打烊 绝对不让任何一对新人高兴而来 扫兴而归 2022年这个2月22号 杨历和阴历都是这个双数嘛 而且并且今天是周二 是吧 这个非常非常喜庆 我们之前就很看好这个日子 就打算今天来领证 然后今天我们就提前一个月在网上办理预约嘛 比较激动也有点小紧张嘛 因为这个这个还是 我恋爱这么多年终于领证了还非常开心呢 愿得一人心白手不相礼 结婚登记正在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仪式感 很多新人戴起了头纱 穿上了礼服 手捧着鲜花 前来登记 不少新人还特意邀请朋友 用摄像机前来记录这一美好的过程 因为我俩是医务工作者 这两年一直由于忙于疫情防控 也没有到处时间 今天赶上这个特殊的日子 也特别有意义 然后选择今天就来了 太好了 然后我看今天咱们还带了个跟拍是吗 这个是我的朋友 那是我大学那个五年的室友 因为我们都是医学本科的五年 我到现在认识已经七年多了 七年多 我见证她跟我嫂子两个人 不容易走到现在 所以说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 我一定要亲眼去见证 祝福我的朋友和我的嫂子 那我看您今天准备挺充分 又有花人又有头纱什么 还特意带着跟拍 这跟拍也特意找的吗 对对对 就是化妆 然后包括造型跟拍 然后我男朋友的一个化妆 都是一起的 为什么一个登记搞这么隆重呢 觉得有点仪式感 可能以后老了 在这么多爱中起航 赢在起点不容易哈 对 要知道经得住日常生活的平凡 跟琐碎洗礼是更不容易的 所以各位新人加油 对挺得过呢 柴米油盐酱醋 心心相印 比翼双飞 只要过好日子 每天都是凉晨吉日 是的 其实今天还有一个二 就是北京冬奥闭幕之后的第二天 冰敦敦下班之后的第二天 网友们隔空喊话了 说想她 想她 想她 不光是这冰多多啊 每个细节都让人意犹未尽 比如闭幕式上 致敬双奥也定格了一个经典的瞬间 璀璨绚烂 意味深长 嗯 作为两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张艺谋不仅懂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个浪漫 更符合中国人对2008年奥运会的情感 是的 北京是全球第一座双奥之城 鸟巢是第一个双奥场馆 如何致敬这一份独一无二 很长一段时间呢 张艺谋都是绞尽脑汁 寻找2022与2008记忆的呼应 那这张岛是怎样完成这一唯美而经验的时光互错的呢 咱们来听听张岛是怎么来说的 在最后熄火的时候 我们重现了一个08年的瞬间 是物理重现 我们这次的舞环是叫雕刻时光雕刻历史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亮眼的舞环 那么08年是非常璀璨的一个星光舞环 所以这次我们就是把星光舞环再次升起 重新唱了几个小节的我和你 然后让它有一种融会感 就是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星光舞环和唯美雪花隔空 那一刻张艺谋也在回望14年前的自己 2008年他望我投入奥运会开幕式的准备 千人击否画轴活字引刷 巨大脚印穿城而过 万千星光奔赴舞环 2008张笑脸越过山河 9万多名观众涌动成海 他和全国人民卯足利器 恨不得将中国五千年文明和盘拖出 在14年后的这一场盛会上 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场雄壮雄达的演出 24节气倒计时 黄河之水天上来 破冰而出的冰雕五环 以及独特创新的奥运火炬点燃方式 14年张艺谋依然满怀热忱 依然可以清晰地捕捉到那些质体 人心的美好与感动 他汲取了技术审美与时代进步的成果 绽放出新时代的自信从容与辉煌气度 张艺谋告诉记者 这十几年走过来 我们真的不一样了 我自己和国家 这里边有四战冬奥 圆梦夺金的徐梦桃 一人参加六项比赛的 成方明火线替补的 沈阳小将冯鹤等等等等 咱们辽宁的老中青三代运动员 在冬奥赛场上可以说是 接连突破自我 赛出了风采 对 其实要说到突破自我 除了31岁的冬奥四朝元老徐梦桃 我看他也没谁了 他获得了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女子 个人项目金牌 是中国这个项目上的 首枚女子冬奥会金牌 实现了这个项目几代运动员的梦想 同时这也是他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28枚金牌 大满贯的收官之牌 这些成绩让他成为了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这个项目上 不折不扣的世界历史第一人 在这注意了 注意了 我们插播一条好消息 是的 今天2022年2月22号凌晨2点14分 徐梦桃和队友王新迪深夜 不是练比赛去了 他们深夜公开练情了 王新迪在2点14分发微博 晒出了合照 说我没有金墩墩 但是我有陶墩墩 随后徐梦桃转发表示 陶墩墩在这里 1990年出生的徐梦桃和1995年出生的王新迪 都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 两个人是在平时的训练过程当中 相识相知相爱的 2022 022 2点14分 这大概就是最浪漫的爱情了吧 祝福二位 这个是北方人 难反 2022年2月22号 四朝元老这成绩啊 公开练行的日子也反正够硬的啊 但是没有最硬只有更硬 试问有几个人能在冬奥会上一人参加六个项目 成方明啊 这绝对是我们辽宁冬奥剑人里边的铁人 他一个人出战了冬季两项六个项目 是参赛项目最多的中国运动员 六项比赛 这成方明一共滑行了71公里 而且滑行过程当中呢 他还要进行射击比拼 最好的成绩为15名 在欧美运动员的绝对强项上 他为中国运动员争夺了一席之力 是的 同时呢 他在男子15公里集体出发混合基地46公里 两个小项上 成方明呢 是填补了我们中国选手冬奥会上的参赛空白 另外成方明还在男子12.5公里追逐赛中 创造了中国选手冬奥会的最好成绩 这个我们中国冬奥军团的劳模 这个荣誉称号当之无愧 说到这当之无愧的真劳模啊 咱们省速度滑兵的选手寒梅 那也是在速度滑兵方面 中国队当中参加项目最多的运动员之一共参加了四项比赛 韩梅在女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呢 以7分08秒37的成绩 获得11名 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 在女子团体追逐获得了第5名个人最好名次 对 在这呢 咱们给大家来说一个冷八卦 就是韩梅她是11岁的时候 开始到想体育学院学习速度滑兵的 身体的 当时呢 韩梅的爸爸就特别喜欢前短道速滑名将王蒙 并且呢 就是一直以为韩梅她练习的就是专业的短道速滑 所以特别支持韩梅的训练 直到有一天哈 这个韩梅爸爸来体育院看韩梅滑兵的时候 被震惊了说 哎呀 这圈怎么这么大呢 这手怎么不摸兵呢 哎呀 这跟王蒙滑的不太一样呢 虽然没有完全满足爸爸的愿望啊 但是我想他依旧是爸爸最美好的骄傲 当然也是我们的骄傲 另外在速度滑兵项目上 我省运动员杨涛在男子500名比赛当中 是以35秒162排名第21名 创造了冬奥会个人最佳名次 还有萌新小将冯赫17岁 就完成了我国单板滑雪女子障碍追逐赛上的冬奥会首秀 未来可期啊 小赫你厉害了啊 中国运动员首次亮相冬奥赛场的项目呢 还有四人雪车比赛 辽宁运运运孙凯志鞋队友呢 取得了最终排名16位的好成绩 而在这之前的双人雪车比赛当中的 孙凯志与队友获得的第14名 更是创造了中国双人雪车在冬奥会上的最好成绩 北京冬奥赛场当中我们辽宁运运那个绝对是硬核实力 不过呢赛场之外 咱们辽宁人才的软实力也是遍布了冬奥的各个角落 18名教练员工作在各个项目国家队 192名技术官员服务于北京冬奥会赛事组织以及裁判工作 他们遍布于冬奥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的赛场 在幕后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 贡献我们辽宁力量 据这个省体育局冬季运动中心主任王东介绍 备战北京冬奥期间 辽宁最多时有150多名运动员在各项目国家队训练 涵盖了北京冬奥会设置的全部大项 在全国各省市名列前茅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是我们中国申办北京冬奥会时的郑重承诺 而截至2021年10月 全国参与人数已经达到3.46亿人 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已经实现 有数据显示 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人数 辽宁排名全国第4 冰雪运动参与率 辽宁排名全国第3 我们全栏目 说那下来的全栏目 差不多都已经脱家带口的积极参与了 包括我 白天细雪 你只要是打出榴滑吧 打雪仗 晚上夜滑 打出榴滑 大人小孩都不愿意回家了 滑雪场天天爆满 咱们辽宁真是名副其实的冰雪运动大省 那是 辽宁各地都特别升级了冰雪运动场地的设施 目前全省拥有大中小型滑雪场30多个 其中14家滑雪场拥有高级雪道22条 14个地级市都有雪场 平均日接待滑雪爱好者能力达到6万多人次 每年接待滑雪人数超过150万人次 直接消费和拉动相关的产业超10亿元 发展潜力 你说辽宁要这雪地大不大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北京冬奥会掀起的冰雪运动热潮 更坚定了我们辽宁申办2027年全国冬运会的信心 希望咱们省也可以成为全国首个既承办过全运会 又承办过冬运会的双运之省 必须的 北京冬奥之后咱们还要继续一起向未来辽宁加油 加油 冬奥记忆有点不舍得再见 冰敦敦虽然下班了 但是爱和温暖还在延续 20号短道苏黄运动员五大镜发微博表示说 要给自己的金敦敦找一个好人家 然后一起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随后这五大镜就补充评论说呢 自己现在初步的想法是进行拍卖 拍卖所得的钱全部将给公益组织 微博配图的照片当中五大镜帅气 金敦敦可爱 这只金敦敦背后的故事同样也是意义非凡 本届冬奥会正式比赛首日 由五大镜 任紫薇 范可馨 曲春宇还有张宇廷组成的中国队 夺得了短道速化2000米混合接力的冠军 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冬奥会的首金啊 家门口的首金还率先实现了冰敦敦自由 可以说是羡煞旁人啊 之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五大镜表示说自己会把金敦敦藏在保险箱里 把队友寒天宇他们偷 他们已经说好了要来抢了 虽然说是玩笑啊 但是足以见得说五大镜对这只金敦敦的喜爱和珍视 但是现在呢这金敦敦到手才半个月 这就要拍卖助人了 不仅是五大镜 同队的这个范可馨紧接着在微博下评论说呢 跟着大哥一起我也拍卖一个 随后花华队的金博洋也立马跟上说 我的我的我的 可爱的金敦敦不仅象征着荣誉和成就 现在也传递着温暖和善意 咱说这北京冬奥会结束 但是冰敦敦的高人的气息啊 带人带来的这个烟生品正持续走在路上 太受欢迎了 你比如说北京冬奥组委特许的动画电影 我们的冬奥19号在全国公映 备受关注的吉祥物冰敦敦和许荣荣 首灯大一幕 与众多中国经典动画角色携手演誉 关于团结梦想勇气 还有20号呢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北京冬奥会之后 冰敦敦还会作为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代替 继续在各行各业 尤其是文创领域 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和使命 毕竟您看这可爱的堆 谁不爱呢 当然也要期待咱们冬奥奥会吉祥物雪荣荣 接棒上岗 中国冰雪奇迹未完待去 是的 今来呢就轮到雪荣荣登场了 北京冬奥奥会呢将于3月4号到13号举行 冬奥奥会开幕那天是2月2龙抬头 恰逢雪荣荣正式上班 我们一块来期待一下奥运之火 再次点亮鸟巢的时刻 列位啊就在昨天2022北京冬奥奥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了 这是我国第6次组团参加冬奥奥会代表团总人数 为217人 其中运动员96人 男运动员68人 女运动员28人 此外呢还有教练员 工作人员 竞赛辅助人员 医疗保证人员 121人 运动员来自全国12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汉族 满族 歹族 洞族 遗族 苗族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全部都是业余选手 职业呢有工人 农民学生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等 这不就是咱们说的上着班 然后呢 默默请假来比个奥运的牛人吗 那你看看 另外这届残奥会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5岁 年龄最大的是45岁的高山滑雪运动员张海元 年龄最小的是17岁的单板滑雪运动员耿燕红 我们想想45岁啊 而且还是残障人士 仍然在参加高山滑雪的世界级比赛 这我真是打心里边去佩服您啊 是的 另外代表团当中的有85名运动员 那是首次参加冬残奥会 占整个团队人数的88.5% 于北京冬残奥会申办成功前 2014年索契冬残奥会相比 参赛大项从两个增加到六个 小项从六个增加到73个 这是我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 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 参赛项目最全的一届 在这儿要说的是我国的冬残奥项目 起步较晚代表团的参赛目标是 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残疾人 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 展示我国冬残奥运动的发展成果 努力争创佳绩 为国争光 两个冬奥同样精彩 雪荣荣已经接棒冰敦敦正式开工了 希望咱们的残奥运动员也都可以再出 让人心里暖融融的好成绩 冬残奥开工大吉 好雪荣荣接棒冰敦敦 继续萌萌哒 那接下来呢是又到我的时间了 我们来看一位萌萌哒的小姑娘 说最近呢在张家岗 有一位宝妈带着女儿排队 做核酸检测呢 这一个没注意 转身的功夫就尴尬了 这个小宝宝馋呢 这没有可不可以喝的概念 只有想不想喝的本能 面对美食的诱惑 萌娃真的是无法抗拒 这我猜 拎奶茶的男子也肯定能感觉得到 只不过就是不忍心 吓到小孩罢了 就没有去阻止 总之呢萌娃无措 叔叔有爱 但这事呢 我们还真给宝妈们提个醒 尴尬是小 平时呢也一定要多多地引导孩子 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警惕心我们还是要有的 说近日 陕西宝鸡太白河镇村民在太白河里 发现了一只正在游泳的大熊猫 这只大熊猫体重大约一百多斤 憨态可居 发现的时候正在河里 旁若无人地嬉戏玩水 随后又不慌不忙地 钻进了河畔的山林 这只真敦敦的这一波操作 被无数网友围观 而这之后 网友们的评价也是脑洞大开 有人说 这是下班之后的冰敦敦 努力工作16天回家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洗白白 而且还时刻不忘锻炼身体 秦岭真敦敦已经开始备战 2026年冬奥会了 说近日 陕西沿岸的一名男子 在家里发现了神奇的一幕 在阳台上看窗外 天气阴沉干燥 室外还有人在活动 然而跑过客厅来到厨房 窗外竟然大雪纷飞 仅仅隔着客厅 就有如此反差的天气 男子直呼理解不了 网友吐槽 你家这是分水岭啊 这难道就是局部地区游学 说新疆伊犁州的乌女士 跟另外五个姐妹商量好 在情人节给各司的老公买衬衫 因为中年发福 买不到特别合适的 大家就集体买了同款衬衫 而在2月19号聚餐当天 都让各自老公穿上 结果到了饭店之后 脱完外套 老公们傻眼了 并且发出了爽冷的笑声 这气氛太棒了 生活处处需要惊喜 不是吗 说浙江杭州 16岁的陈同学 从温州到杭州去上学 觉得外面的饭 没有家里的好吃 于是妈妈就做了一瓶辣椒酱 由于担心运送途中被摔坏 妈妈用塑料袋 外加柚子皮 缠了好几层之后 寄给了她 陈同学说 当时收到快递的时候惊呆了 觉得不愧是她妈妈 这才是真正的妈妈的爱 妈妈的味道啊 说最近在湖南 一名男子在高速公路上 下错了路口 发现之后 想要在扎道内逆行 不过就在掉头回来之后 迎面刚好遇到了 巡逻的民警 民警立即将其拦下 对其进行安全教育 同时依法对其处以 计时二分 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网友表示 这是转角遇到爱呀 确认过眼神 是真爱 抢 抢 抢 原价二百九十九元 明星同款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只需九毛九 抢到了 抢到了 今天只花九毛九 就能吃上 巨号老师推荐的 蓝莓叶黄素 太值了 打电话 打电话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太划算了 原价二百九十九 打个电话 不到一块钱 那还讲什么 赶快抢吧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我们都得吃 好消息 好消息 为了庆祝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销量通破八十万盒 厂家特拿出五千盒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回馈新老客户 著名艺术家巨号老师 轻轻推荐的 原价二百九十九元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不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只限前两百名报名成功者 不得重复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赶快抓紧时间申领 抓紧时间 现在 马上 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 报名枪够报 你还在为眼看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红眼白脸杖快了吗 你还在为看不清路 看爆用老花镜烦恼吗 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立即申领句号老师推荐的 大品牌 大优惠 大畅家的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一个电话 快递给您送到家 依许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行程 是眼部分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 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 油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睛内部的 正常血液供应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每一片都高含量护眼浓缩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 高纯度耗吸收 每天一片 即使补充眼细胞缺失的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势力 现在把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九毛九 你说划算不划算 我一直在吃 对眼睛特别好 以前就是太贵了 一瓶都要好几百 现在趁着活动 我赶紧抢了两套 能省下好几千块钱呢 以前我看个报纸啥的呀 那全于重影 你看我现在 日历上这么小的字 我不带老花镜 看得也非常清楚 这次蓝莓叶黄素 九毛九的闺蜜活动 真为我们老百姓 做一件大好事 老眼病折磨我十几年了 多亏有了福质糖 蓝莓叶黄素 可帮了我大忙了 这是厂家 直接做活动 每天才九毛九 我一下子就抢了一年的量 怪眼健康 就选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九毛九 数量有限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剑腰丸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剑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 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广告之后 欢迎回到 正在直播的说听下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2月21号0点到24点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介绍兵团报告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9例 内蒙古20例 江苏12例 辽宁6例 四川5例 云南5例 北京社东残澳闭患人员4例 湖北4例 广东3例 含6例有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据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消息 2月21号下午 三名外地来汉人员 及一名密接者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实施相关人员排查 采样检测和隔离管控 落实相关场所 以及环境周末消毒等防疫措施 厦门华侨大学2月20号 发布疫情防控通告称 6名学生被判定为密接人员 开学第一周实行线下教学 做班人员正常上班 香港第五波疫情严峻 据央视新闻消息 2月21号 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发布消息说 截至当天零点 香港新增确诊病例7533例 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13名确诊患者病逝 其中包括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 近日来内地专家组核酸检测车等人员 物资陆续抵港 协助香港抗疫 英国首相约翰逊 当地时间2月21号表示 计划宣布取消所有新冠病毒防控措施 英国工作在一线的医生 对即将宣布的新政策表示严重质疑 认为英国目前每20人 终究一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还包括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而约翰逊首相的决定 也许只是为保住其保守党领袖的政治举措 医疗人员发布公开信 要求政府解释新政策的科学依据 他们认为说新政策会增加病毒传播 并对研究新的病毒变异株造成障碍 说了一下我们新闻继续 今天是89第一天了 但是说实话我们的感觉还是冷 是啊我就看了一下 今天谁啊 的最高气温是零下6度 最低气温已经跌到零下17度了 这都过了雨水节气了 怎么还跟39天一样嘎嘎冷呢 不光是咱们沈阳 就是这几天整个北方地区的气温都偏低 东北华北西北 我们都感觉到了一个很冷的二月 都说79何开89都宴来了 你这还这么冷 北方地区是气温偏低 那我国南方地区则是多地飞雪 湿冷难耐 就这两天随着北极漩涡再次驾临东北 大量的冷气团在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堆积后 大气于我国中部南下呼啸着闯入我国长江以南 在这场冷空气的攻势之下 我国中东部多地已经在近期感受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强寒冷 有时20号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全境跌破10度之后 21号清晨广东广州国际站最低气温降到4.4度 而在2月下旬跌破了5度 你要知道这是非常罕见的 咱们再往南走走 像海南海口的最低气温也跌到了8.7度 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低了 在这场历史同期少见的寒冷天气当中 这个水气还特别的充沛 不少地方不仅是冷 而且伴随着这个雨雪冰冻 雨雪分界线已经在冷空气的大举南下 这个当中深入了南方 来到了浙江温州福建广东云南甚至是越南 这两天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广西北部和广东北部 多地山区都已经出现了雪花纷飞和冰冻 广东下雪了这是在广东联州降雪过后为了清理雪 当地已经动用了铲雪车了 而福建和浙江的雪更大 福建北部和浙江南部遭遇了大到暴雪的袭击 这是浙江温州太盛的网友拍摄的照片 当地在一夜飘雪之后早上出现了厚厚的积雪 您那以前见过雪吗 当然福建北部的雪也同样的凶猛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福建北部多地普遍出现了积雪 不仅多个站点积雪深度达到了五厘米以上 建欧寿宁两站的积雪深度更是达到了十厘米 这是福建省自2010年12月以来的最大的一场雪 看图片以为是雪香 北方干冷南方降雪 怎么到了二月下旬还这么冷呢 气象专家说了都怪拉尼纳 咱们单说这拉尼纳呀 赤道中东太平洋这个海温呈现拉尼纳状态呢容易导致严寒的出现 话说今天二月这气温呢就是那拉尼纳海温背景下影响的典型表现 对气象专家说了这拉尼纳现象啊会使得全球气候出现明显异常 由于拉尼纳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今来呢我国依然是需要警惕其他极端天气的 所以啊大家伙的羽绒服什么的先别急着清洗收纳 还得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啊 是的 当然除了注意防寒保暖还得注意安全 这几天南方地区出现的罕见大雪 让南方的小伙伴高兴的不得了啊 不用再羡慕北方的大雪 在自己家门口就能玩雪 可是有人玩着玩着雪就出了大事情 刚刚我们不是说吗 上个周末呢恰逢浙江大雪 有不少地方盛传说 这个是浙江惊动的最后一场雪了 所以呢有好多游客就纷纷赶着说要进山去赏雪 雪景虽美但是暗藏危险啊 就在20号晚间就有游客在浙江临安摆帐岭赏雪的时候失踪了 这失踪的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 一对小情侣当天晚上七点多呢 他们的朋友报警求助 说在山下一直等待他们下山 可是直到晚上两个人依然是杳无音讯 接到报警之后 临安警方和救援组织一起组成了救援力量 前往百丈陵展开了搜救 初步判断说失联大直方位呢 是杜鹃湖的一个区域当中 这个救援人员带着冰爪 卫星电话 热成像衣 还带了一些干粮进山 经过搜寻晚上8点半 失联的游客找到了 救援队员说呢 小伙子和姑娘因为体力消耗太大 自己干板走不动了 山上是又非常的寒冷 幸好啊这俩人都没有受伤哈 他们说两个人呢 是被网络上刷屏的临安雪景吸引来的 早上6点钟赶到了百丈岭 就开始登山了 哎呀幸好两个人就是走不动了 没有出什么大事啊 但是当天可把临安当地的警方救援组织 和这个村民志愿者都给累坏了 是啊 一场大雪过后 临安区百丈岭 太子坚清凉风等 被这个雪给覆盖了 景色是真的很美 吸引了大量前来赏雪的游客 一大脚前来登山赏雪的人嘛 一波接着一波 目标呢就是直奔 未开发区的山顶山腰 哎呀单说这百丈岭啊 这百丈岭这人都挤着爆了 大约有6000多人 什么杭州绍兴 嘉兴还有卢同富阳的旅友都赶来了 连上海和安徽宣城的都有啊 你想呼啦啦的来了这么多游客 当地的民警交警救援组织 村政干部村民志愿者也全赶来了 在山上山下四处筑点 严阵以待就怕意外发生 列位您看看这担心不是多余的吧 有不少游客进山的准备没做好啊 很多人穿着平底皮鞋 还不防滑 还耗面子 还有很多小孩子 甚至还有几个月的小宝宝 被妈妈背着就上了山呀 再怎么说啊 这百丈岭地区的海拔 都有一千两百米 它不是一个小山包 咱们进山呢 还是要做好充足的准备的 赏雪游玩 不能不顾安全 当天呢出现了好几起警情 有一对年轻的父母 把娃儿给弄丢了 幸亏后来找到了 还有各种这个车辆被困的 忙着这救援人员 连饭都吃不上 一天指手下来 这手脚都冻僵了 要知道啊 我们的岁月静好 总是有人在默默守护着的 据演员说了 这春节以来呀 因为上山赏雪的失联 搜救事件已经发生多起了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擅闯自然保护区 我跟董讲 尽量不去为开发区的危险地点 不能盲目上山 赏雪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声音下 我们继续 说昨天2022年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在咱们水洋开幕了 青少年足球的虎年首秀 在足球的舞台上尽情绽放 在沈阳李铁八号主题公园内 贺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宽阔的场地 专业的裁判 来自省内多只优秀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运动员 尽情展示球技 贺岁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开始于2018年 经过几年的培育和发展 已经升级为家喻户晓的高水平青少年足球赛事 同时众多青少年足球人才也通过这个舞台走向更高的平台 以赛带练相互学习并增强团队意识 这场比赛在实践中体验足球的乐趣 更是发掘和培养优秀后备力量的新思路和新途径 本次邀请赛将持续到23号 共有U8至U12五个年龄组别进行角逐 这样一项比赛填补了我们北方地区冬季赛事的一个空白 对我们青少年足球的普及还有竞技水平的提高都非常的重要 在此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青少年和更多的足球爱好者 能够参与到这项赛事当中 为我们辽宁三大球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好 互动新主播超人我来说 说近日在山东围方骨折受伤的爷爷和俩孙子在家呢 俩孩子是在客厅里看电视 两岁的弟弟就爬上了电视棍 四岁的哥哥呢以为弟弟要关电视了就拽了一把 惊险的一幕就发生了 因为我家大儿子他非常爱看动画片 他以为他弟弟要去给他关电视 然后就把他从上面断下来了 他爷爷当时一看这个情况 他就能就是能预知有可能会发生危险 所以他就赶紧就先冲过去了 没有受伤 正好他的手拖住孩子头 当时我看了之后我特别感谢我爸爸 这真是有惊无险 这还好爷爷反应快 老人家自己腿脚还不方便 还飞奔过去护住了孩子 这份爱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我们说有一种爱叫隔背亲 要多亲有多亲 给超人爷爷点个赞吧 说当地时间21号 日本北海道及东北地区遭遇暴风雪天气 多地发生连环交通事故 北海道地区当天共有1096班列车停运 此外北海道往走市文别市等地 所有中小学停课一天 日本气象厅表示 北海道等地的暴风雪天气还将持续 说每年越南西宁市都会在春节之后 举办一场特殊的节日集市 在这里商家卖东西只收树叶不收钱 借此希望人们不要把赚钱放在首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的集市只开放不到两个小时 顾客却可以在短暂的时间内 感受节日气氛 享受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 说当地时间20号 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热闹上演 农历新春大游行 喜庆的舞龙舞师 欢乐的传统歌舞 让唐人街变得分外热闹 大批纽约市民来到活动现场 早日走出疫情阴霾 让生活回归常态 是他们的新年心愿 说巴西里约内卢州民防部门 20号晚间通报 截至当天 该州彼得罗玻利斯市暴雨引发的灾害 已经造成至少170亿人死亡 据里约州警方统计 在救援工作展开五天之后 目前依然有126人失踪 967人无家可归 目前城市重建工作已经逐步展开 说在非洲国家刚果金 年轻的艺术家巴哈蒂 以北京冬奥为主题创作的绘画作品 获得当地知名艺术家的好评 这件作品集结了奥运五环 冰敦敦 冰雪运动 和平歌等不同元素 这件作品也被视为 中国和刚果金有意的象征 说当地时间19号 比利时一座游乐场里的过山车 突发故障 导致9名乘客被困30多米的高空 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 发现云梯高度不够 直到晚上9点多 等来了一辆大型吊车之后 救援才正式开始 幸运的是 9名乘客均未受伤 过山车的故障原因 目前尚未公布 得了挥指甲 一个传染两 刘婶呢 她呀得了挥指甲 挥指甲要小心 传染 可不是吗 她怕传染给小孙子 想抱不敢抱 小手也不敢签 挥指甲变色变厚变形 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据为铜点茶剂 挥指甲 很多人不在意 先是一个 后来其他指甲也有了 如果传染给孩子 就晚了 没错 要抓紧致 咱呢 要经常检查手指甲 脚指甲 发现挥指甲 小心传染 得致 对 得早点致 挥指甲 会传染 抓紧致 赶快去 挥指甲 找亮甲 乐泰亮甲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输筋剑腰 跑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尖盘 出了问题 就怕 走不了 动不了 不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 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息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疯湿 泪疯湿 中医叫臂症 疯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疯湿 泪疯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疯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疯湿 泪疯湿 老疯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说天下 欢迎回来 互动新主播 叛逆我来说 说近日呢 在上海 有群众报警求助 说在小区的花园里边呢 发现了一个男孩 满身泥泞 疑似走失 民警到现场之后呢 发现有一名13岁的男孩 神情疲惫 一言不发 还没有大人陪同 随身呢 只有一辆自行车 经过开岛 男孩才告诉民警 五天前呢 因为学习问题 和妈妈吵架了 于是就离家出走 独自骑行了200多公里 从江苏丹阳来到了上海 这一路上呢 男孩靠仅有的50元现金 和好心人的帮助 勉强生活 这大冷的天 还好被民警及时救助了 停住了流浪之女 话说啊 这叛逆期的孩子 也真是让人头疼啊 但这孩子的体力呢 那也是真够好的了 生生骑了200多公里 我们说咱们当家长呢 在管教孩子的同时呢 要不要也考虑一下 因材施教 这体格很有当运动员的前职啊 说接报冬奥冲刺亚运 21号2022年第19届亚运会 倒计时200天主题活动 在浙江杭州举行 目前杭州亚运会筹办工作 已经进入冲刺阶段 57个竞赛场馆完工50个 剩余7个场馆 预计在今年3月底之前 全部军工 说21号中国政府网发布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 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的通知 其中提到建立常态化 指导监督机制 督促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防止欺老虐老弃老问题发生 将有能力赡养 而拒不赡养老年人的违法行为 纳入个人社会幸运记录 说央行21号晚间发布公告称 原定2022年3月1号起 施行的金融机构客户禁止调查 和客户身份资料 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 因金融机构需要修订 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信息系统 业务流程 并进行人员培训 为此经研究决定暂缓实施办法 说到近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北京共同发布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其中在2021年中国城市 可持续竞争力的榜单中 大连市排名35位 瀕阳市排名41位 在2021年中国城市 综合经济竞争力的榜单中 辽宁省的大连市 瀕阳市 盘景市 分列61 86 94位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桂龙药高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桂龙药高 十万群山 一瓶好药膏 十万群山 冲合药 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 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 四十年了吗 总是好药材啊 这个啊 这种是叫红药 它已经是五六年才这么大 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 大多采自广西十万群山 地道野生 葛洪药膏只相信 药材好 才有好疗效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试一试 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 尿瓶 十种常见病症 葛洪牌贵龙药膏 值得试一试 一安宁晚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主 输筋剑腰 跑去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好 烧天下 欢迎回来 今天呢 我们的互动话题 就是来说一说 你遇到过的 最奇妙的缘分 我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的留言 网友碧雨的喵说 我曾经租房子 住进去之后呢 无意当中发现 房子的上一任租客 和我是同名同姓 连逆冲都一样 导致呢 我后来不惊一间 就总在想 那个大大的城市里 寻找到那个小小的 跟我同名同姓的女孩 有时候也会想 也许我现在坐的 这家餐厅啊 这张餐桌 20分钟前坐着的 就是她呢 向左走 向右走 这样发生在漫画里的故事 我相信在现实当中 也是有过的 只是我们身处其中 并不知道吧 网友苏小文说 说在我小学的时候呢 我们学校在做一个 一对一的对口扶贫计划 计划呢 就是帮助一个 山区里的兄弟小学 每年会捐款捐物 非常热闹 老师呢 还会开展 一对一的帮扶计划 每个孩子呢 都对应一个